小肖今年33岁是一名货车司机,四年前经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妻子小杨,两人相处近半年后领政成了夫妻,婚后不久还带下了一对龙凤胎,可谓是儿女双全。 可今年的七日份,妻子小杨突然提出离婚,而让小肖莫名其妙的同时,又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,小肖告诉我们,跟妻子结婚近四年以来,感情一直不错,虽说偶尔也会伴随吵架,但几乎都是床头炒床累合。 两个月前妻子突然发脾气说要离婚,然后就回了娘家住,刚开始以为是哪个地方得罪了就没多想,可这之后就开始有了两个孩子的流言蜚语。 为了取出心中疑虑,便带着两个孩子做了亲子坚定,可结果却让人很愤恨,疼爱了近四年的龙凤胎,竟然真的不是亲生血脉,为此一定要讨个书吧。 见到丈夫拿着亲子坚定,气冲冲上门而来,妻子小杨显得很是尴尬,小杨坦言,两个孩子确实不是与丈夫所生,而是结婚前在外跟前男友告别时犯下的错,本以为能一直隐瞒下去。 可最近一段时间,不知道哪里传出了消息,也太瞒不住了才提出离婚,对此只想跟丈夫说声抱歉,希望能取得丈夫原谅,作为过错方,愿意带着两个孩子近身出户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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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